今天要來看一下比足球更血脈噴張的競賽 那就是台灣的綜合格鬥好手何浩洋 今年1月在中國南京參加格鬥賽 昆仑爵中一舉獲勝 成為首名在該賽事獲得MMA勝利的台灣選手 對 場上頭腦敏捷 技術全面 場下外型斯文的何浩洋 是台灣格鬥界相當被看好的未來之星 賭他的氣質也讓他有著格鬥界林舒豪之稱 近年來全球吹起了一股綜合格鬥旋風 越來越多的台灣好手也逐漸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手腳拉 來自台北的何浩洋 日前便成功挑戰中國昆仑爵格鬥賽 成多社獲得國內閃打普及 以及綜合武術大賽冠軍的何浩洋 格鬥風格結合了閃打 泰拳 角力 以及巴西柔術等各家手藏 在與來自河北的閃打冠軍選手 刘軍對戰中表現經驗 第一回合何浩洋利用自己的力量 優勢呢展開了龍鞭戰術 將對手壓制在龍鞭控制 在拳腿對決中格鬥林舒豪 逐漸掌握比賽節奏 第二回合他找到了機會的瞬間 將對手扛起爆摔成功後 隨後展現Mark Holman的招牌必殺技 Ground and Pound 以沉蒙的地面雜拳狂轟流軍頭部 隨後就是狂風暴語關的23秒 一組拳頭崩暴過後 遭到重傷的流軍失去抵抗能力 何浩洋鎖定戰局贏得漂亮的一勝 同時成為首位在昆仁爵擂台上 獲得MMA勝利的台灣選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